鼠式坦克是当今世界上最重的坦克 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产物 也是希特勒唯一亲自设计的武器 它在当时算得上是一个巨无霸的存在 至今也没有拿款坦克超过它 如此巨大的武器却没有一展风采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它的性能参数 鼠式坦克原型车长12.1米 宽3.6米 高3.6米 可容纳5-6人 主要武器是一门128毫米的火炮 一门75毫米同轴副炮 负以60-240毫米的装甲 战斗时的重量达到了惊人的188吨 说起这个重型坦克 咱们就不得不说一个人 因为这辆重型坦克是按此人的意图建造的 这个人就是希特勒 当时的希特勒 为什么宁愿耗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 也要建造这样的重型坦克呢 想要探明这个原因 咱们还要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一战时期 身为下士的希特勒 在索姆核战役中亲眼见到了坦克的威力 这个由钢板 履带 火炮组成的新式武器 在战场上所向披靡 轻武器对它根本产生不了伤害 它就是世界上第一款马克一型坦克 是由英国1916年生产的 第一次投入战斗的坦克 压垮了德军精心布置的铁丝网 冲过德军的战壕 朝守在战壕里的德军士兵疯狂的扫射 德国人何曾见过这好怪物 吓得争先恐后的逃命 没逃掉的赶紧举手投降 当时的希特勒感受到坦克 对于现代战争的重要性 随着希特勒掌握大权 决心要报当初的一箭之仇 当时的德国是战败国 有凡尔赛条约的约束 规定德国不能建造坦克 但是对于野心勃勃的希特勒 他才不会理会意志的约束 他直接授权秘密建造 1934年到1939年之间 德国制造出来的坦克越来越大 从1号坦克更新到4号 重量也从原先的5.8吨增加到20吨 配置的火炮也从机枪调换到加农炮 1939年德国驾驶着自主建造的坦克 杀向波兰 这也拉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这种钢铁巨兽在陆地上所向披靡 无论是机动性还是火炮的威力 都让德军高兴不已 波兰和法国的防线很快就被冲破 只用了27天就占领了波兰 一天就征服了丹麦 号称欧洲最强陆军的法国 只用了不到40天的时间就被德军征服 1941年 德军又把矛头指向了苏联 在苏联边境集结了400万大军 3600辆坦克随军前进 可是就在刚进入苏联不到一天的时间 德军就遇到了强劲的对手 T-34苏军坦克 他拥有更大的体积 机动性和火炮威力 他凭借优异的性能 成功阻挡了德军进攻的步伐 T-34坦克的出现让德军损失惨重 希特勒为了对付T-34 决定建造更大的坦克 把当时为了击落飞机而建造出来的 88毫米火炮装在坦克上 这也就有了后来的虎士坦克 虎士坦克的体积是T-34坦克的一倍有余 随着虎士坦克的加入 史上最大的坦克战即将拉开序幕 库尔斯克战役也将打响 这场战役也被称为苏德战争的转折点 双方投入坦克近6000辆 随着希特勒一声令下 虎士坦克正式登上战争的舞台 在战场上 虎士坦克展现非常卓越的性能 一辆虎士坦克可以应付多辆T-34坦克 年仅24岁的坦克指挥官米歇尔·威特曼 更是被封为老虎骑兵的称号 在第一次的交锋中就击毁13辆T-34坦克 整个战役下来 个人就击毁了138辆T-34坦克 五天时间 德军就向前推进了30公里 虽然苏军损失惨重 但是苏军的T-34坦克像潮水一样 正在源源不断地向前线开来 经过战场的磨练 虎士的缺点也慢慢地出现了 那就是生产太过繁琐 虎士坦克的总产量 只有1354辆 而T-34的产量却是它的60多倍 超过了8万多辆 数量相差太过悬殊 损坏的虎士一般的维修师极难修复 为了不让坏掉的虎士落入苏军手中 德军采用的方法是直接炸掉 据统计 德军自行炸掉的坦克 与在交战中被苏军摧毁的数量同样多 面对不断增援的T-34 德军不得不停止前进 虎士虽然退出战争的舞台 但是它的结局并不是被苏军打败的 而是被自己复杂的生产打败的 虎士虽然战败了 但是虎士所带来的战斗力 让希特勒坚信 大就是好 接下来 他要建造更大的超级坦克 希特勒找来了德国著名的坦克设计师 费迪南德·宝石杰教授 他阐述了自己的想法 想要打造一辆陆地超级战车 听了希特勒的想法后 宝石杰决定接受这项任务 为了迷惑对手 德军给这辆陆地巨兽 起了一个不起眼的名字 叫做蜀式坦克 接到任务时 宝石杰开始绘制图纸 当看到图纸后 蜀式坦克的体积是虎士的两倍有余 但这还是没有达到希特勒的要求 希特勒决定自己亲自设计 他自己设计了主炮的口径 装甲钢板的厚度 而不懂生产的希特勒 把设计好的图纸交给宝石杰时 这也让宝石杰大感困难 成型的属式坦克 总长度超过10米 重量达到了188吨 这相当于虎士重量的三倍有余 主炮口径达到了128毫米 各个部位的装甲厚度 与炮盾叠加后为480毫米 车体两侧 除本身的185毫米外 还附带105毫米的裙甲 次要武器是75毫米的副炮 和7.96毫米MG34机枪 属式坦克不但要强大的火力 而且也要高度的灵活性 1943年底 第一辆属式坦克原型正式亮相 并测试成功 最大公路速度每小时25公里 越野速度每小时20公里 由于太过庞大 属式坦克的耗油量也着实惊人 每前进30米就要消耗一公斤的柴油 百公里耗油量达到了2600升 装置4200公升的油箱 也只能跑160公里的路程 还有就是它那高达188吨的体重 根本无法通过桥梁 所以只能走桥下通过 设计师专门为属式坦克 打造了专门的换气管 但是属式的引擎 无法在水下运行 不得已只能连接 另一辆属式坦克上 两辆坦克功能过河 面对属式的种种缺点 德国高层开始对属式能否量产 提出了质疑 此时的苏联盟军在诺曼底登陆 逐渐杀入德国本土 可是现在的属式还不能投入战场 德国不得已只能再次使用虎式坦克 而此时 苏联盟军也制造出了 专门对付虎式坦克的5G 他们还给这种战车起了一个名字 叫做谢尔曼萤火虫 在战场上 双方坦克再次相遇 随着萤火虫炮管的锁定 一发炮弹就摧毁了一辆虎式 而这次 虎式也失去了往日的神采 德国节节败退 即将面临失败的局面 此时的希特勒 还把希望寄托在属式坦克上 妄图用属式坦克扭转战局 只可惜 战争没有给属式留下太多的时间 1945年 两辆属式坦克终于组装完成 而苏联大军已经抵达内陆深处 此时的属式已经无力回天 1945年3月 苏联士兵在柏林附近 发现了两辆被自毁的属式坦克 苏联带回研究后给出的结论 这款超级坦克根本没有使用价值 1978年 移至库宾卡坦克博物馆展览 现库宾卡坦克博物馆展出的属式坦克 是苏军将两辆8号坦克的组装复原品 如果属式真的上了战场 能否像希特勒预想的那样 带领虎式击毁苏军坦克 我个人认为应该不会 首先第一点就是 属式坦克数量太少 凭一己之力很难挽回 第二点就是太过笨重 不能适应德国闪电战的方案 第三点就是 如果出现故障还不易修复 以上三点是属式的致命弱点 那么大家认为 如果属式坦克上了战场 能够改变战局吗 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讨论 好了 今天的军事武器就到这里了 想了解更多 记得点个关注 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